就是好像我們經濟部也有多很多的經費 然後加上台中市的經費 Porto大概八九億喔 八九億這樣 然後他們要在我們台中市 從這個 勤美成品那個地方的那個綠園道 那不屬於美食園道 然後一路下來 去做一個重新的restructure 那我們都非常期待 那現在因為經費的關係 有一些變化 那我就跟我們在地的會員 後來我就跟他們講 因為我爭取過了 跟他們講說沒關係 反正他不來把我們把美食園道 改得亂七八糟也好 我們保留我們的經典 好好的再把這個原汁原汁圓會的東西 那再繼續發揮下去 那個原汁圓會來自於當初的韓戰 越戰期間 那時候有很多的美軍 他們都被派到台灣來 那駐紮 尤其是駐紮在那個CCK 那個空軍基地 所以於是有很多的美軍 他們就眷屬啊 就住到台中找一個地方 地靈人節的地方 結果就是美術園道 就是那一個地方 那時候沒有美術園道 那所以台中有一條街叫做美村路 對不對 大家不要誤會以為那個意思就是 有一個很漂亮的村莊在那裡 所以那條路不是 那是因為有美國人住在那個地方 新的那邊聚落 所以叫美村這樣 美村路 那後來在有很多跟美相關的中美街 所以那一塊就是我們美術園道附近的一個來源 那各位知道就是 他們老外啊 很喜歡enjoyed他們的life 所以他們的不管他們的建築也好 他們的社區也好 或者是他們在周邊的一些東西也好 他們都會注意到那種前庭後院啊 或者是他們的氛圍這樣子 所以當他們離開的時候 就在美術園道留下了一個 一些這種建築物 類似像這種的雙拼建築物很多 那這種建築物呢 後來留在我們美術園道 就是國美館的前面那兩條街 就非常多 那就在15年前 我們有一個這個 第一家的咖啡廳 叫做吉凡尼的花園 那是一位台北人 就是叫羅友祖 我們的第一任的主委 他來到了這個地方 他發現 哇 雖然旁邊有臭水溝 可是那個房子都非常漂亮 然後他也發覺那邊的人 好像也都 都是公教人員 所以於是他開始在那邊開了一個 第一家的這個餐廳 然後隨著時間變換那些原來的房子慢慢都被改掉了以後就有很多很多的年輕人開始發揮他們的創意把原來那個房子譬如說改成這個是比較沒改的樣子比較沒有改的樣子這個是前幾天的建築物 跟馬少爾總統去拜訪跟那個我們的胡市長去吃飯的一家咕嚕咕嚕的原住民餐廳 然後還有很多這些都是經過原來這種房子就把它改過來 所以就是說他們留下來很多沒辦法被遺忘的東西 於是一直停留在美術園道那個地方 秦為成為這個商圈裡面一個很經典的一些人文跟硬體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了他們老外很重視了很多這些生活上的一些情境 所以那個地方後來也是有一些比如說椰林啊有一些鴿子的地方啊 其實他們都已經慢慢慢慢成形了這樣 好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因為我是獸醫嘛 你們知道我是獸醫嗎 我不是開餐廳的喔 我只是賣保露飼料 如果你去我們家的餐廳我只可以跟你們吃保露飼料 再放一點蔥花加罐頭 所以呢在這邊先警告各位不要隨便睡覺 那好接下來就是重點就是說 我們跟前任的幾位主委還有現任的我們的這個理監事團隊 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台中市有越來越多的商圈非常的優秀 像我們天津商圈非常優秀 還有還有沒有來的 有來的再講一下 沒來的其實不必 大龍有來嗎 劉姐有來嗎 好 Anyway 台中有很多很漂亮而且很有potential的商圈 其中當然我們最care就是譬如說奇美成品商圈 各位有沒有去過奇美成品 有好表示你還蠻年輕的 因為奇美成品你們可以去看看就是很年輕的族群喔 然後他們有東西吃有地方逛然後外面還有很大的綠地可以去玩 不幸的奇美成品就在我們美術園道旁邊 所以其實有很多很多的challenge他面對著我們去解決 所以我們去想了一些方式就是說 怎麼樣讓這些市民他們還是保有保有他們想要到美術園道去的動機 然後怎麼樣讓我們的會員們能夠在面臨這個內外的一些challenge的時候 比如說所謂內外就是大方這個景氣的影響 這個就是外大環境的影響 那對內當然就是我們整個商圈他的活絡度 或者是我們整個商圈裡面他人口外流啦 或者是有些形態上面的改變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他們 甚至有一些會員會因為這樣子他們就怎麼樣就走掉了 關閉了啦 或者是他們後來就不願意involve到我們的協會 我們的管委會這樣 所以我們用幾個策略來把這個經典跟創意 把它勾勒出來 好 談出來這四個呢 都是我們所不能改變的 都已經有了美式的庭園景觀 白歌 野嶺 綠麗 咖啡 美食 人文藝術 這個都現場就有了 那這邊當然他所形成的一個是自然閒事 寧靜的空間 大家都知道 我為你叫人家 吞在帳 超人家 一定要 您 桜